好 持續要來聚焦的是美國前總統川普13號在賓州造市場合遭遇到槍擊 右耳當場血流如注送醫 不過沒有多久之後就出院了 在當地時間14號半夜飛抵到紐澤西州 畫面當中川普走下飛機的狀況似乎還不錯 還向地面人員揮手致意 而美聯社記者當時就拍攝到川普遇襲時的照片 現在也在網路上投風船 網友甚至討論 這是不是有可能再度獲得下一屆的普利茲新聞獎呢 川普遇襲後首次現身 在當地時間14號半夜抵達紐澤西州 川普競選團隊公關副主任在X上傳影片 可以看到川普自行走下飛機 還不忘向鏡頭揮手致意 看起來沒有什麼異樣 頭部也沒有包扎 不過一旁還站著一名全副武裝的特勤人員高度戒備 而在早上的槍擊有募集民眾表示 在演說開始時就有看到槍手揹著步槍爬上附近屋頂 並告訴現場的警察 但警察和特勤局似乎都沒有意識到血態的嚴重性 三分鐘之後就發生了槍擊 多家外媒報導 槍手在K槍前三到四分鐘 就已經爬到造勢現場附近的建屋屋頂 距離川普200多公尺 槍手持AR式步槍發射了多達8發子彈後 特勤人員才把槍手擊斃 FBI目前已經確認槍手是來自賓州伯特利公園 20歲的白人男子克魯克斯 另外紐約郵報根據周選民身份記錄 指出克魯克斯登記的是共和黨選民 不過犯案動機還有在釐清 若是川普被子彈掃過半邊臉還流著鮮血 仍高舉拳頭大喊震鬥 塑造了他不屈不位的英雄形象 連馬斯克都大讚 美國上一次有這麼強悍的統統候選人 是老羅斯福 他在一九二一年造勢演講中 就曾遇到槍擊 在發現自己沒有可寫之後 判斷子彈並未穿透肺部 他堅持完成了九十分鐘的演說 才願意就醫 現在許多人都認為川普當選已毫無懸念 而這張川普臉上帶寫高舉拳頭 身後還飄著美國國旗 更成為一張歷史性的照片 記者 綜好報導 美國聯邦調查局 現在在十四號清晨之後發表聲明 表示說確定十三號參與襲擊美國前總統川普的槍手 就是現年二十歲的賓州青年庫克斯 庫克斯在事後就被特勤人員當場給擊斃了 當地媒體取得的畢業典禮的影像 可以看得到呢 這個其實有一些相關 這個庫克斯他的相關說法 二十歲的槍手呢 他在2022年的時候高中畢業 另外今年是槍手生平第一次參與總統大選的投票 根據他的年齡還有姓名以及地址 可以確認說槍手是在賓州選民的資料庫登記 他是共和黨人並非開始外傳的民主黨人士 而警方在13號當天晚間到現場去搜查 並且也足以發現他的佐證的資料 好現在其實外界都非常的好奇說 為什麼他這麼剛好找到在造勢場合外頭 有一個沒有人看守的屋頂 就從高處對川普來發動暗殺呢 那是不在擔心的擔心 它是在擔心的擔心 或是在擔心 我們不在擔心 他們可能會有計劃 那屋頂 也可能會有計劃 在擔心的擔心 或是在擔心 的擔心 它是在擔心 但在擔心 我猜疑 我猜疑 這位是 這位是 他在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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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BI在確認槍手的身份之後 將會對他的過去仔細的展開調查 包括他過去曾經在哪一所學校 就讀有什麼樣的信仰 在網絡上頭看過哪一些網站 以及跟什麼樣的人聯絡 都是會成為FBI抽絲剝繭調查的重點 要釐清的就是這個人 他的犯案動機 以及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共犯 好 這一名20歲的槍手 當時在襲擊川普之後 就被特勤的人員給擊斃了 前空軍副司令張延廷 現在就分析說 其實如果特勤隊真的高明的話 重傷槍手就可以對他 來進行進一步的調查 看他到底是什麼樣的動機 比如為什麼這麼樣的年輕 就開始厭世呢 而且人格似乎是有點反社會 甚至已經視死如鬼 如果這個特勤隊 這個狙擊手 就是特勤隊不要把這個 不要把這個暗殺的這個人 把他擊斃 因為後面有沒有一個龐大的集團 是不是一個組織 還是他個人的動機 是不是他後面是一個組織 給這個殺手錢 你去執行這個任務 我們講的就是買個槍手 那就是這樣 那後面的教授的人 後面這個組織 你結果把這個槍手把他擊斃了 那死無對證 完全沒有什麼證據 你再去搜他的這些相關的加 看看有沒有類似的這些殘留的證據 我想困難度就增加了 因為已經沒有火口了 如果火口在的話 做測謊 然後各種調查 各種的這種交叉 比對可以就知道 這個到底是個案 一個人單純的動機 還是一個組織有計畫的行為 這個槍手 按紮者 他也要去追邱斯波爾 到底是什麼動機 因為他是共和黨 對不對 他要捐錢捐15塊美金 給民主黨 他說兩邊在遊走 兩邊押暴 到底這個動機是什麼 他說他又那麼年輕 那麼年輕 為什麼就已經開始厭世了 那麼年輕 他的人格開始反社會化了 那麼年輕 他已經視死如歸了 就跟他講 清歌是秦王 這個蕭蕭溢水寒 壯士一去不復反 他就是不要抱著必死的決心 結果也被特勤去幹掉 我認為個性高明的話 重傷就可以 我急傷不急避 因為急傷對他來講 可以這個 蛛絲馬跡 可以真正的去調查 蛛絲馬跡就出來了 背後的 對 最起碼有活口 蛛絲馬跡 從他各個的方面 那現在就沒辦法 現在沒有了 現在史無對證 美國前總統川普遇刺 當然現在外界都分析 會進一步的衝擊 美國總統大選 原本就會相信 川普一定會重返白宮的 美國的共和黨的議員們 在13號川普遇刺之後 更加堅信 川普通往總統寶座的道路 會變得更加的順遂 而民主黨的人士 此刻也停止批評川普 包括了拜登總統 還有前眾議院議長 裴洛西在內的民主黨的大佬 紛紛都放下恩怨 同聲譴責暴力的行為 美國總統拜登 在14號下午 會在白宮這裡來表示說 在賓州槍擊案發生之後 他和前總統川普通了簡短 但是很不錯的一次的電話 他持續為川普 還有罹難者的家屬人在祷告 而白宮現在也發布一個最新消息 就是拜登在今天 也就是美東時間晚間8點多 會在白宮的橢圓形辦公室 來發表談話 拜登現在呼籲 國人要團結 不要妄自揣測兇手的動機 還有背景 並且承諾會公布 獨立的檢討的結果 川普遇刺之後 他的臉上其實還是有帶著血跡的 向支持的群眾來揮手示意 也展現了他的勇者形象 中國時報的社論現在就分析 這一刻川普成了劣勢 而這樣的硬漢形象 與已經邁入持暮之年的 現任總統拜登 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所謂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川普接下來 將可能會以更加強勢的姿態 重返選舉 收割刺殺未遂 可能為他帶來的政治利益